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老領3D》 今天的《老領講影視》 我們上一節就講了整套《裝飾4》 今節就集團一點 我們講幾套不同的東西 就看看時間如何 主要兩套先 第一套講的就是Netflix的美劇 劉安眠書店第四季的下半部 上了我們也看了 我的感覺就是 我屌你老母Netflix 你不要將一套原本是一季的電視劇分開兩半 你是影響了看企的節奏 一會兒講就是正正你介了兩部份 其中上半部和下半部的幾集的謎題 你就多了時間想之後 你不發覺是一個好看的節奏 我補一句 網上有些好看似的留言 就是說 哎呀人家分開兩次來拍 就要分兩節 我必須要再澄清 它是拍完整個季 然後這麼粗分上半部和下半部 而原因呢 是因為Netflix想每個月都有新的內容 保持著客仔 如果一個月拍到後面半季 這個製作組真的會很神速 是啊 所以留言者就自己 或者聽眾都知道 其實是真的一套東西分開兩次來播放的 其實整體來說 我覺得第四季是好看的 包括你上次說過有關 阿Joe 即是他整個人流了鬍 形象完全不同了 或者是他現在的套路公式改變了 即是今集就是獵物反而是一糟的 獵人不知是誰 或者去到最後一些真產 或者富友人家的那個英國英式那種 刊吊或者笑為 其實是令到整件事是完全跟頭三季不同的 嗯 我自己覺得這套東西是 總之第一季我很喜歡 大家會看 然後 後面幾季 每季開之前 我都會擔心爛到瘋了 因為那些故事說是續下去 那第二季真的前半是略瞞的 但前半過後你去回 你那一句吧 我今天會劇透了 都是因為集團話數 如果大家很擔心劇透後 就看完再回來聽 那第二季 我覺得她突然間到轉折位是有趣的 那一刻突然回來了 原來Love她是再瘋了一點的 她以為是小綿羊那個 竟然一下子戒死了Candice 那當然那一刻說 這個八婆也很煩 你戒死她也OK 那一種感覺 那一刻一下子做下了 然後原來這女生更瘋了 第三季就是 你發覺現在再瘋了你那個 是綁死了你 你們跟她在一起 那在那個小鎮裡又怎麼發生這件事呢 第三季我覺得也是有趣的 那我原本擔心你怎麼寫 第三季都拿了一些 叫OK的出來 第三季是結局 我挺喜歡的 到第四季我想 你玩我這樣還推出第四季行不行 但是想不到第四季出來的東西 某些位置 我覺得可能比二和三季更好看 那我直接說我劇透的點 或者最後結局的一些位置 第一就是揭曉了原來 Joe一直以來都是 在揮進來 就是說一路以來所謂 威脅她那位候選市長 其實只不過她聯想出來的 是有這個人 但她幻想出來的 就是因為他第三季最後追到去Paris 真是去見到他所謂的愛人 Mary Anne 原本打算放他走 但誰知原來他開始暗黑人格就出來了 他因為太想... 很無間道的一刻 他真的好劉健明那件事 他太想自己做好人 我真的想做好人 我不想再傷害人了 結果把人格就沒有了 惡那邊就變成另一個人格出去了 而他那個惡人格就 幻想了那個準備選市長的人 就幻想了那個他覺得好像很OK 跟他很有共通點的人 就幻想了他 然後就變成他整天在旁邊 因為你說的很miss carmobot 或者很揮嘴 變成black pit 其實在那裡 因為那一刻的前半 就是不斷說著Joe 就被那個人去追擊他 深刻他前半、最後一集才知道 即是他那一刻就做 原來準備選市長的人出來就說 其實全部都是我做的嘛 這些都是我查出來的嘛 那一刻你好像挺震撼 但到那個位置一刮下去 就要你等一個月了 那一刻就開始大家想 我會擔心你後面如果 你反不了底的 現在玩扭轎 你扭完之後不行的 你不再扭的 就會做難一套 然後大家就開始討論一下 那些人就想 其實會不會是他自己幻想出來的 是討論出來的嘛 但如果那一套是連續落的 我們不會有這個時間去想 是不是他幻想出來的 變成到現在開個估計 會有一種 我真是他幻想出來的 我真是揮急來的 那因為有那個一個月時間 大家就很容易會猜到 他是幻想出來的 如果我們看完中間 剪開之前那一集再看下去 我沒有時間想 我會喜歡多很多 現在真是被Netflix的播影方式 搞到 搞到體驗差了 還有 我看我是很喜歡第8集和第9集 因為例如第9集是主角本人去導演的 或者第8集是說回Mary Ann 頭半就是她想 用一個童話故事的方式 她說回女廳 那些位置也是做得好 但是就是你截了一套戲 你截了一套戲去看 就發覺原來就是這樣 我之前也猜到 有那種感覺 還有Mary Ann回憶那一集 應該是要給觀眾回憶的嘛 問題是我分了兩部份來看 我用什麼回憶 我想他最大的問題是 如果你想保持內容的話 你每個星期release一集 或者兩集 其實效果都還保持到 像Mandalorian那樣 對 還好 就是Disney Slippers主要的招數都是這樣 但是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中間那裡剪刀那一刻 其實我頭半季 我自己是捱著來看的 我是覺得若干地悶 而且我沒有想到 去用Mr.Robot這條招式 我一直在想 到底誰又這麼熟悉 Joe又在玩這條招式呢 還這麼強滑了 貼在牆上 然後去到後面 你跟我說Mr.Robot 然後月後職墳這條招式 我是折一聲笑了出來的 不是 月後職墳那一刻我挺喜歡 他的內心心幫我說一句話的 他說那些月後職墳的短訊是怎樣的 你連我幻想出來幻想的短訊有多難的 這句我很喜歡的 這句我真的笑了 你連我幻想出來的 但是有不同的 就是你人格分裂 你是 break out了 你完全被人代替了 就是Mr.Robot就是完全被 你爸爸的那個人格 或者他還有一個真人格 就代替了他 你不知道的嘛 但是問題是 Joe哥看著月後職墳消失 那件事就很靈異了 我真的妄想證明了 他已經去解釋你 因為我近來看了幾部劇 都用解釋這個方式 去解釋所有不合理的東西 是有些 怎麼說呢 在Proc Device上用得太過了 但是我覺得這些就真的去到 算夠數了 我可以算贏了 是啊 但是因為頭半 他想set up很多東西 其實那群豬朋狗友 不算太吸引 除了Kate之外 寫到有些太快死了 是啊 有些不那麼快死 再搞久一點才死 好像你第一季那些會好一點 我唯一care的就是Phoebe 這個真的整套戲真點好人 是啊 但是其他的那些 真的你死了都不會關心 或者覺得沒什麼交集的人呢 還有有些搞笑 就是他最後演出 那些 你就是這個仇富殺手 咦? 都是我做的嗎? 真的是我做的 他真的拍到他怎麼進去那個 那個美術館那裡 劏人呢 或者那些 那一刻 那些搞笑的 那一刻就跌上了 突然之間原來是他那些 但是 你說那一條 去到最後 真的一個 潛藏的人格出來 或者去到最後 怎麼談到呢 談到那樣東西是OK的 是 但是你說前面就真的 若干位是有少許拖得太厲害 再加上觀看 次序和感受是令到這件事 是再差了一點 如果合在一起 可能剪一閘 那樣 都已經不同了 當然我又覺得這套有趣就是 某程度上 有一種感覺是 他真的找到一個可以跟他在一起的人 是 因為 你第一季那個 但是我覺得第一季的有趣就是 第一季那個女主角 你到她的角色退場了 你還是不知道她是一個什麼人 你不知道她是一個真點木茶表 但是不少錯過你 也不知道 這刻好玩 那Luv不用說 Luv是整套東西可以有最瘋的那個 但是那個瘋也是你覺得 Joe是不應該共度而生的 你覺得是 就是 早上無緣無故 原來他會吃了早餐做下你 那到這季這個 又真的寫到角色是可以跟Joe一起的 其實是有趣的 因為數回Katniss不用說 Katniss是 純粹個人一般的 她是受害者而已 受害者而已 受害者知道是瘋了 Bag就是 Joe要扮一個原味男友 那Luv不用說 瘋的而已 但是Katniss是唯一 在四季裏面 算是可以跟他有交流 甚至大家知道自己做完 就是他都說 我不管你之前有什麼 那我現在這個時刻 你對我真心 我對他真心就可以了 心花庫是 我接納你另外 叫做你 即是很昇摔 接納你Dark Side那邊 你又要接納我Dark Side那邊 因為他說 以前他為了要證明自己 所以是做多瘋的事情 Katniss的角色 那他們兩個都說 我知道你又搭了你 我也搭了大家 接納大家那邊 你不要抵抗我那邊 你要抵抗我那邊 所以其實就寫到一個 可以跟Joe一起的人 我覺得 是有趣的 還有大家看回第一季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他跟心理醫生說 心理醫生其實分析得很好 就是說 Joe其實是一個需要愛的人 他也是 那樣困難的事情 就是他裝得自己很完美 去賺取別人的愛 那他媽媽沒有獲得這種愛 他師父更加沒有獲得 都是虐待他而已 那是 唯一到現在 Kate 是有一點點 好像真心對他的跡象 但又很有趣 其實你又是到最後 你是不知道他是不是 一個真心邪惡的人 因為他爸爸也是這樣 而爸爸跟Joe在臨死之前說 你這樣對他 他不是最後又會討厭你嗎 你跟我做的事 有什麼分別 那一刻是有趣的 但是說起來 我就不得不吐了一些東西 我覺得 他爸爸加上他實在 這件事真的太過超級 不是 那他幸運度一向都是 底分加100 那樣的 他幸運度是和真的 Miael世界那個 總之他有些前提是 這個有錢人喜歡 自己一個在飛機庫裏做東西 所以只有他自己 不是保安的 那他加上兩個人 所以就做下兩個人 那他跟 先不說 那個世界級有錢人 只有一個保安那麼多 他本身就走過去 Mr.Robot跟他說 喂 是機會了飛雲 然後他就撲過去 然後他轉面 那一刻就收起手巾 已經很疾了 誰知道 說了一大堆口水廢話之後 他也是用了一條計劃 就是拿手巾 走過去掩摸他 我心想說 你說了那麼久 你就走過去掩摸他 那一段事是沒有意義的 當然他有一個對白 就是你這樣對我這樣 那樣 但也是對廢話 然後那個社區進來 看到老闆摘到田雞 摘到雞摘 你是不是應該 慌張一點 或者到處看有沒有踩 他不是的 他不一定的老闆本身變態 發覺老闆你今天又玩了什麼 哈哈 那你自己摘不到 就變成雞摘 大哥 肯定是有第三個人在這裡 才變成雞摘 但是那個石Q又很可愛 走過去 老闆你沒事 這樣 他沒有走去看過 什麼都沒有看過 我心想說 這個石Q也該死的 就是他那個必須死的 對他也是 想起他那條條 就是誣摘那個石Q是謀財害命 那我覺得 你未免太理所當然了 這些位置我就算了 這個系列是他誣摘就中的 那我算了 但是前面 在石Q是有些可愛 但又有些要套中的 我覺得是 Marie Ann走得 我都當是學生 阿蘭那樣 真的想到條Plan B 然後一起夾手 就騙阿Joe 也成功騙到 那我也不知道Marie Ann 就是走到就算了 千萬不要再回來 那學生就真的是 非常之無辜的 他真的無辜的 雖在就是說 你喜歡偵探小說 你也不要自己做偵探 現在就自己說這件事 那累死了自己的男朋友 他又坐牢 但是最後有趣 是有趣在 阿Joe是 真真正正正 變成一個 連環殺人犯 他跟 Fight Club倒轉 Fight Club是 Fight Club死了 只剩下Everlotton 他現在倒轉 Fight Club死了 就剩下Everlotton死了 只剩下Everlotton 嚴格來說 他只剩下Everlotton 那邊 那時跟你聊得很好笑 你說 那下季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 American Psycho 變成了 是啊 你想想 他現在 擠身了這個上流社會 也可以 你覺得他應該不會 關於這種生活 阿K 本身 控制 他父親的公司 都是邪惡組織 就是大公司 還有 就是說 他擠身這個上流社會 他有更加多的資源 他的殺人癮 就剩下不了 到時候 有晚上去找妓女 總之 做回Cristian Bell 做的事情 然後給了卡片 卡片的字體很漂亮 然後他的樣子 又要開始 那時候 我們講一會 還未公佈 現在公佈了 有最後一季 第五季 就完結了整個Everlotton 那 我覺得 有次有鐘也好 對 有次有鐘也好 但我不知道下季會怎樣 他是不是真的會變成這個 American Cycle 沒有 他每一季的主題 都是NTR 他每一季的主題 就是 我很想NTR 他 首先要自己的心態 被人NTR 然後再去NTR 他追親的女兒 一定是有老公 或者有男朋友 那不是他怎麼NTR 就是他有這樣的癮 就是說 殺人是不是有這樣的癮 我覺得 某程度上 劇情上 他是有殺人的傾向 他是叫做 所謂的迫於無奈 他是為了達到目的而殺人 他不是為了殺人而達到的事情 就是 他是享受 他追蹤獵物的感覺 他是享受做Hunter 就是你妨礙我追求女兒 我就殺你 但是他的核心目 也是追求女兒 所以其實NTR 才是他的主題 他喜歡追求女兒 以及去捕捉人家的過程 我覺得他喜歡 是的 他這件事很少 那些作品會使用 他享受捕捉的過程 其實可能是 得到女士的愛 他就可能 慢慢就會 來幫忙 街屋那個 又想做Hunter 他享受Hunter 那時候 就是王子亞所說的 追求真理的過程 這樣 追求追求又不到不到 那一刻才是最開心的 他喜歡這件事 那究竟Kate 如果發覺他出軌的話 又會有什麼事 那肯定是 史物虎大戰史物七大二集 我覺得如果最後可能就是 其實我有少少想 是他跳鑊橋 然後死了多一點 是 因為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個系列 會結尾得完整一點 當然我現在還沒看 C5 但是王子亞真的死了 我覺得 某程度上 用來做個Ending也好 但可能他又計劃了 要有C5 我就覺得 如果他真的要結束這個系列 就唯有有個女兒殺了 Joe 或者金心命底被他殺 就是偉法 但是他還是要死 對 我覺得他要死 這個人不死的話 他真的停不下來 而且如果你是 剛才第四個跳鑊橋的時刻 你還覺得他是一個有心 而且是有 有心改變為愛而生 那樣東西你也可以說 他是一個 完全成長了的角色 對 由第一季變成那個時刻 但是他現在去到這個 他真的是一個殺人法 但是那些人很威智學討論 很過分解讀 說Joe真的跳橋死了 現在剩下的那個是暗遊戲 是的 應該是 其實他那個人格沒有了 我覺得應該是 或者融合了 直接真的變成一個 他承認了 他接受了自己 是一個殺人犯 還有什麼 你直接當是 你有看Fight Club就明白 Fight Club最後Ariel Lowton 為什麼解決這件事 就是那個槍扒下去 令到Black Peet的人格 果子死了 其實真的是這樣的 Fight Club 現在跳橋就是 Joe覺得 令到Joe的人格果子死了 所以現在就變成仇虎殺手 那那個市長 是讓他先丟下去 然後他再 自己跳下去 這樣 但是 可能就是合併了 現在就最後看著鏡子 看到那個樣子 那沒有 那現在只剩下Black Peet 沒有 那我覺得他可以死 難怪你 我有點錯 就是今季那個 鬍鬚造型 是真的挺正 挺稀虛的 是的 挺稀虛 稀虛教授 好 那下季他又變回原本的樣子 那還要看一下 究竟他是走 是不是American Cycle的路線 還是怎樣 NTR的路線 還是怎樣 NTR路線 那這套真的 我覺得其實值得看 幾季 剛才說的第一季 就是一個扭曲我的故事 第二季就是 到扭曲那一刻 就是中後段 突然扭曲那一刻 是好看的 所以某程度上 我覺得第二季 之前跟慶眾聊天 我都說 你第二季 可能真的值得看 尾幾集都可以 因為看頭一集 還是看尾幾集 知道你扭曲什麼 因為第三季 是過癮的 我覺得第三季 是界哥比你更瘋 你怎麼算好呢 是有過癮 到第四季就OK 那 最後第五季 然後說一下 那一套都是近來看了的東西 當然有很多聽眾們 可能一早就看了 那我就近來先在Dplus 看到 就是正義回廊 那我也想說一下 因為之前大家說 那一套戲很棒 港產片來講 做得很好 那我終於Dplus看了 而看完的觀感 是真的很棒 我應該前天買一隻Depto 會是 出了出了 我找轉過去Depto 搞定 那作為何雀天 第一套導演的長片 都有翁志光做監製幫助他 但是我覺得他演繹那種 舞台劇的表現手法 是運用得很好 即是無論是陪審員 或者是整個法庭的聚述 或者是燈光 即是我跟你在會員直播那裡 在那裡說 他在法庭用的燈光 因為本身真實的法庭是密封的 你終審庭是沒有任何燈光的 他在裡面用那種燈光 去表現那個證人的不同 心情是表現得很好 或者 我也是要說的 我是很不喜歡林改鋒的 或者他那種演技 但是這套東西 就是他正正用那種演技 來表現他那種東西 是對的 吃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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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東西吃東西 薯條真的挺好吃的 這套 但真的要那套東西這樣做 要是這樣演發 才會有那種懶根具面的感覺 DK哥你又怎麼樣 你喜不喜歡這套戲 我其實很喜歡裡面 剛才南哥說的舞台劇的那種燈光 還有這套戲本身 沒有想過會可以這麼沉重的東西 思考的東西都多 還有這套戲都片長 都差不多兩小時 其實最初都擔心這套戲 會不會好像很沉重的東西 但看上去 一點都不沉重的 還有這套戲 你真的會想多了 到底哪方面 是不是真的 司法制度和人的東西 會想多了 我想他不是很討論司法制度 他是說人的想法 譬如他陪審團 有很多個 然後每一個人都有個角色 在裡面 我有看過導演和編劇的訪問 雖然不是說每一個角色 都有一個很深厚的背景 但其實他都給了一個前設 或者給了一個立場 而那些陪審團 真的每個都做得好 有趣的是 其實導演是有找到 演員去教導演員 陪審員有 那些專家證人有 我們有看 Model王 Model王 那個人是Rick 其實我們就了解多了 真正的專家證人是怎樣 而很有趣的是 在裡面做專家證人 那幾個 所謂精神科醫生 原來本身是趕馬 趕波趕馬 那就是找一些 演員去教導他們 譬如葉韻儀 和阿莊 現在叫莊韻程 即是以前叫莊端儀 都有找演員去幫她 而他們 也很驚訝 譬如莊端儀那個 做表姐的顏色也很好 而我想說 其實他在那個 陪審團退庭 就要在密室裡 談談 而他裡面 反映了很多 其實他們對那個 人的想法 我們到底應該是怎樣想呢 然後有個主席 就告訴大家 不是的 其實我們要根據那些 律例 去呈現 或者討論案件 那你說 是不是真的 去捉那個系統呢 反而 毒舌大狀 就有一點點 真的捉那個系統 如果你去比 兩套 他這套 人的比分 是多很多的 還有做得很好 就是你剛才說 陪審員 九個 我沒記錯 九個 我都記得他們 是什麼 看見 角色定位 角色定位 就是臨善制 哲學人 那就是 你們看到的字幕 字幕 發達了 最重要就是 你明白 那個導演 就是 那邊 導演不好 美容之中 就給你看 這邊就是 給一個 不是叫發達了 的臨善制 不過做得很好 對 或者忠雪 就是做一個比較 就是反對一些權威 或者反腐背的事情 那你個個其實是做到 甚至你那時候在說 就是 人是很容易受外面的環境 你陪審員說 不要看外面的新聞 就算 Amber也會談過這些話題 但是沒有可能的 我去搭小輪 我就會看到前面的人在看短片 那我都會受那些報道影響 再加上就是說 那班 演員 你想起 整套戲這麼多個演員 加上是 配角 我記得沒有什麼 誰是用得不好的 沒有沒有 對了 你相比來說 DK哥我們兩個都有看 閃避球 你那班這樣的女兒 其實你是不記得 任何的背景故事 完全沒有 當然 但忠雪 是很有趣 兩套戲都有份做 對 但忠雪你是看不到 那邊是她是什麼人 只記得她的頭 對啊 因為她兩個頭都很像 都是那些 五十六色頭 但是這一邊的導演 就會可以給你表達到很短時間 就是在陪審員的房間裡 究竟大家的看法 以及她的角色設定是什麼 這個就是導演和編劇的功能 還有我再補一句 我覺得這套東西沒有去挑戰的系統 其實某程度上 導演 都相信過制度 而她只不過帶出一個質問 就是 到底 唐文琦那個事件 是不是真的這樣 她帶了很多符號 或者暗示出來 但是她後來 或者我看訪問 導演都這麼說 因為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其實這個遊戲規則 她是賠償 即是不要說賠償 其實她是 她未必很嚴重 她沒有挑戰你的現實 反而讀事那邊 就不斷在說 那些有錢人怎樣去玩 那個系統 玩到你是死硬的 那這個就是個分別 還有就是 無罪推論那件事 她表現得很好 即是 就算你一個% 你都要覺得 唐文琦 是不是真的有參與其中呢 那就是 套戲想跟你說那件事 她說呢 她們每一次做完 她有一個座談會 即是影后座談會 導演都會問一些觀眾 大家覺得 唐文琦有沒有罪 她說可能八九成人都會舉手 然後導演就再問 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們是陪審團 那你們會不會判她有罪 她說只有三成人舉手 那這個就是那個現實 咦?原來我們去看的時候 都會覺得 不是喔 這條肥仔有古怪喔 但是你就是這個系統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還有沒有罪 對 所以就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但是在這個項目 那就是有一個都市傳聞 大家都應該聽 都市傳聞 都市傳聞 你先轉回BGM 好喔 有民俱龍 可以轉吧 那就是傳說 就是有一次影后的 就是影后的 就是叫做 佐探會 借票場那些 對啦 傳說中就是 唐文琦的 你可以再尋一點 再慢一點 好了 傳說中 唐文琦的真身 參考的圓形 對啦 那位人 是去到這個 謝票場的 戲院裡面 對啦 跟著我 還要跟唐文琦的演員說 你做得很好似 哇 這個傳說的 這個傳聞 你想想 你旁邊的那個 舉手過 你會怎麼想 我馬上走了 不要啦 馬上撿東西走 好 危險的鼻子 那這個都市傳聞 電影公司 是有出來回覆的 沒有這件事的 那它堅決說 是沒有這件事發生的 那都市傳說 那些個個發生 不不不不不 就這樣說 別人的電影公司 就這樣說 真的要來 但是無論 我突然回應過 很有趣 有有有有 因為那個Post出來之後 其實是電影公司 現大波馬上出來回應的 說回阿倫 還有麥佩東 都是做得很好 是的 一邊就是 哇 我覺得自己 是這個希特拉 我幻想自己 上證人台的時候 我是 哇 我是很義氣風發 真的我看訪問 就是說 最辛苦就是在德文 最辛苦就是在貝德文 那些東西 我覺得是做得很好 其他配角 例如蝦頭 我真的想不到你會想說 蝦頭做得很好 沒有想過會說這句 就是以前看 蝦頭有份 將劇 即是劇後半 其實劇本也是崩盤的 我覺得那一套 但是 加上蝦頭是崩盤的程度再高了 但是 這套 大家說 原來導演導得好 蝦頭 大家的誠賺 實話乎 真的覺得 他做姐姐那些位 還有 這套戲很有趣 就是 很多位你是不會知道答案 你要自己猜 到底蝦頭是否很情緒勒索地去控制他弟弟 但是如果 那個弟弟其實 是假裝被控制 實情上 他真的是 關事的 那前面他對著姐姐說話 就很恐怖 那蝦頭做得很好 在裡面那些 爆發位 即是 不會overact 因為覺得 有情緒問題那一刻 就真的會這樣 所以 我和電影幕戲 我們也是那天聊過的 就是在茶餐廳那一幕 茶餐廳那一幕 因為 那一幕完全是舞台劇手法 甚至有些表現 可以說是用得很誇張的字 特地做得這麼誇張 給你們兩個版本 你看 A這個版本 就是肥仔是有份 B這個版本 就是肥仔不是提出那個 然後我很喜歡 就是有個位是他們 在尾那裡 說完兩個版本 一起看著陪審團 但同時那一刻 其實不是在看陪審團 應該說不只是在看陪審團 看完觀眾 那一看完觀眾 你又怎麼看呢 我很喜歡那一刻 我覺得他再高一層的是 例如我們看羅生門 或者電視劇看炭飾橋 他是拍了不同版本給你看 而那些版本就簡直是藍原不切 即是你說你有你 我說我有你 那你選誰就是觀眾決定 但他不是這個玩法 他也是好像拍了兩個版本 但是那個版本也是用神視角 或者他是很客觀 相對客觀地給你看 那就沒有了那種Bias 或者兩個去對決 而這一個標誌就是 我們看完這些資訊 我怎麼消化呢 所以我很喜歡他 靈著面看 就是看完觀眾 你又怎麼看 那一刻很OK 還有我想說 再加上四位律師 當年比較集中 就是林海峰和蘇華 兩個都做得好 那但是我想說 周文賢呢 萬波 我也覺得是不錯的 正正正正的 即是他中間當然是玩的 就是中英夾走 就是這個是中文聽 麻煩你講中文 或者是 炳彤 你說什麼 冰彤 那些位置是OK 但他再說一句,我不多出力,那群豬仔就中了伏了 即是陪審團 那些東西是很現實的,就是聲淚俱下,說得很慘 那群陪審員當然是感情為先,是人來的 但你作為一個prosecutor,就是要告訴你 不是,真的有一種嫌疑,或者有一個fact你要去注意 就是給陪審團 那群馬虎很棒,就是要推庭那一刻,那些律師就是 你那天直播說很棒,就是TVB那些律師推庭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有仇的 他現在推庭就是大家做事而已 聊天,你很惹我一句都不問,問林海峰 林海峰很棒,拍一句,我剛才去問 那陪審團不就馬上很同情他,我當然不問 那他們這樣聊天,這些你覺得很好 我又要做一個比較 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毒蝕大作跟他這套東西差兩班 就是比正義回朗差,不人性 就是毒蝕那些對白很苦作 就是你真實不會這樣說話 不是,不是,毒蝕那些不是人說的 不是人說的,是drama到爆炸的 是你看的時候可能以快打慢就覺得爽 因為你退回後想,這些不是人說的對白 但是這裡是很自然的 就像剛才聊天一樣,我退庭說我和你沒有仇 對啦,很適合林狗做的 就是那些跳皮,或者那些屁股的事情 我這樣跟他們說,我去問他 他不會過好同情他,當然不問 有些世衛,例如蘇柔華第一次見唐文奇那時候 幾個對話就是,可能傻人有傻福 或者是,你不用說了,那些是很正常的 我覺得你一定沒有罪,我會幫你的,你放心 不是那些,當然是毒蝕 你一定是毒蝕,你一定是毒蝕 不是,TVB那些,放心吧,我一定會幫你,沒事的 蘇柔華其實他也有Heading Agenda 或者其實他自己也知道和文奇是暗示 他也知道肥仔是有份的 他的姿勢就是做這件事 但是最後他贏了他,他就說拍我吧,拍我吧 還有我現在最好笑的是,蘇柔華是 什麼香港最賣座三級片女主角 這真的很好笑 蘇柔華自己在FV,我的心情很複雜 應該怎樣去看待這件事 還有你那天說,你說有一個位置 你說演員演得好,就是蕭先生那段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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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蕭先生的演員,就是演蕭先生的劉錫賢 對了,對了,對了,對了 蕭先生也做得好,蕭先生做得不好嗎 我就不會挑戰網台之神 這套蕭先生沒有份拍的 那劉錫賢本身,因為他那一刻 突然間我們看,聽眾們在這個track room打什麼 打蕭先生那件事 我說,他真的假裝蕭先生嗎 然後那一刻我就想,原來我不是錯覺 我真的,因為他講話的語氣 還有有一幕,我笑得很慘 他在假裝蕭先生笑的時候,假裝得很難笑 哈哈哈哈 但是問題,大家 我以前看過電視劇,怎樣也好 劉錫賢本身,或者是一些綜藝 劉錫賢本身說話不是這個聲音 他完全跟著蕭先生來扮,還扮著蕭先生笑 哈哈哈哈,那一刻 我那一刻真的受不了我笑的 所以是,每個人都很OK 他又有些事情被你反思 他去講一個案件那一刻又做到 那,薩瑪芙的角色都... 他又寫了好,薩瑪芙最後兩兄弟見面 就是哥哥在那個監獄裡探弟弟 他那一陣子的對話也很好看 就是,那個弟弟也是那一句的 attention seeker 那一刻就是哥哥說 你也不覺得自己錯了 然後也說些什麼 因為他某程度上很喜歡說一些很瘋的東西 讓別人很大反應,覺得他拿了 attention 但那一刻哥哥也是心淡 站起來還是轉眼走 他又不停拍,你不要不認我 最怕就是別人理他 那一刻其實,那一段我挺喜歡的 但是呢,我想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如果真的被你們投最佳男主角 你們一定會投阿倫啊 還是投阿麥佩東呢 我先說我自己 我覺得兩個都當然做得非常好 但是你給我投的話 我就覺得阿倫是做得好一點的 因為他裡面有一句對白就是 裝笨是容易啊 裝聰明是很難的 我也會選阿倫 因為他有做幾樣東西 不是說另外阿麥佩東做得不好 但是他那邊是 他一直要演這個性格的肥仔 但是阿倫他還要 即是不算希特拉 他還要去辦 要去演那個 其實很耐約 在片場上立刻站起來 走了那些 他做的東西是多幾重 所以這套戲裡面 可以給他發揮的東西多一點 所以我會選他 而且我也是選阿倫的 因為之前看過他不同的 那時候無論是ViuTV 或者其他演出裡面 看到他不在這個形象 我第一次看到他用這個 因為那時候公佈的時候 你對比參考員的人物 我是覺得會不會老了一點 但是一看不是 真的做到那種氣場 或者是很喜歡音樂 就是最後宣判的時候 然後他冷笑了一下 他好像對自己冷笑 然後出去說了一句 Fuck 那一刻我到訪問 記者訪問 又是做到很多不同的類型 那些東西 是真的做得很好 如果我選 其實我也是選阿倫的 因為最深刻就是 那一條 大家當年一定有看過 那條尋人片 那戲裡面 都一樣拍回這條這樣的影片 你看回其實那種感覺就是 你都會心 你都會心 你會覺得阿倫那種感覺 就是你已經有了 前設 你看到他其實 你都會覺得很糟糕 是呀 你這樣也演到 他就演到那份架出來 是啊 還有他裡面 其實有位很喜歡 就是他兄弟請 說玩那個轉主遊戲 真的過不了那裡 他前後都有特別呼應這個位 他那個態度 你覺得他真的很真誠 跟你說 真的搞不停住 嗯 有時候人生就是卡住那兩步 是啊 或者他去找他的表姐 去那裡告解 就是告訴他 真的餓死 那一段的感情是做得很好 嗯 就是同樣呢 就是他導演也做得好 就是 莊小姐都是 嘩 那一場我覺得是兩個一起 是給到戲出來 是 或者在法庭上說回這件事出來 都是 嘩 是 為什麼二二年 其中一套 是我Top 3 其中一套 是 真的實至名歸 也都希望他得多這獎 但是這個 真的是我們的看法 我覺得 贏就應該是阿東贏的 因為他多這些 critical的moment 嘩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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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但是問題 不是他做得很好 因為劇本上 他要做的事情 是那樣 搶啊 是啊 他很搶但是他做一樣 也不是他的問題 因為他的劇本就是要做一樣 但是 我主要作為觀眾 我覺得我看過阿倫是做了很多事情出來 當然他兩個layer都做得很好 但是他扮 只是劇本安排的事情 扮低能仔 還有他那些陰森 就是他最後不是有一個訪問的 就是說什麼 我不知道他 他扔他爸爸媽媽下海那裡 他的笑容都是很詭異的 是啊其實是 其實他兩個layer都做得很好 看今年金像像 其實都很難搞 因為有很多位子 你幾套都想 很難得你有這種感覺 就是 那兩年你只能說 你劇本他 雖然我經常覺得 我個人對 我喜歡和他拿不到 如果他拿到我會開心一點 但是 拿不到我又不代表什麼 我很個人看法 我經常覺得任何這些獎 我喜歡的演員 我說作品拿到 我很開心 但是拿不到 我覺得他是一個遊戲 其實我想到的 就是照抄這個奧斯卡 最佳男主角提名 就只推阿倫上去 那麥佩東 就推他去最佳男配角 這樣就兩個都可以拿 但是如果製作公司 但是別人懂得玩這個遊戲 就推他去做男配角 那就大家都 就賣光了 對 賣光了 因為我經常覺得 頒獎禮都是遊戲 一個遊戲 是那個大會的一個遊戲 拿到又開心 都不是的 其實你拿一個獎 你真的叫價叫高豪 對 這個我明白 但是作為觀眾就是 我覺得就算拿不到 也不會影響我 在我心目中去過的位置 我當看嘉年華 看今年的灑的程度去到哪 都是很慶幸 因為很多年都沒有一套 第一他的文氣 第二就是他一套很少有的法庭戲 因為你問我 以上一次我有印象 香港的法庭是什麼 我已經去到發內情發外情那些 你沒有看毒蝕嗎 我講過去嘛 之後嘛 之後 之後 毒蝕我也覺得好看 但是他是另一類的影片 他是爽片 他是科幻片 沒錯 所以過了這麼久 真的有人肯拍這類型 無論是毒蝕也好 或者是正義門郎也好 看到何導演可以 第一套已經處理得這麼好 是很好的一件事 而且真的印象中不多 我覺得整套戲都是主要做法庭的事情 沒有做其他事情 之前有些打派 可能法庭審問是重點的 中間都要放愛情線 路人坑也要追上網路 又要跑步 又要捉賊走路 又要跳兩條橋 總有 這套真的 什麼都不用做 就是 保持在這個重點 在法庭上 在文氣上 保持這些事情 去做完整套戲 其實我覺得不太多 港產片會做 而且做得這麼好 我看完的感覺是 很慶幸自己看了這套戲 有些事情我喜歡的感覺是 我很開心我看到這套戲 我有這套戲給我看 這套是有這個感覺給了我 高度推薦 高度推薦 另一方面 高度推薦 所以要是 亦都私心宣傳 接下來 何導演第二套 導演的電影 死屍四時四十四 嘩 真是很巧合 雞口令來的 雞口令來的 獨特 這是普通話的雞口令 亦都在4月4日就會上 高度推薦大家 入場看的 我也想看的 他第二套 已經是另一種類型的片種了 感覺上是Couse的 感覺上是Couse 特色喜劇 在豪宅那裡 發現了一條死屍 到底要怎樣 其實挺有趣 而且那個豪宅的名字叫林海峰 對 還要找林海峰來配了V.O 配了V.O 我會想盡量抽時間 戲院看 很期待 你這樣說 今年金像獎頒 最重點是神仙打架的 我自己 你給我投我也不知道怎麼投 你說阿天和Sunny 不是我們那個Sunny 就是大氣功森和正義回郎 兩套各種極端的戲 但我們都很喜歡 為什麼選擇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投 很久都沒有那種感覺 給我評判 我也不知道怎麼選擇 很容易的感覺 你想想 新進導演 男配角 女配角 我覺得很多都是值得提 還有一件事 近年 用這個字 一件事 就是 終於那些製作群 還是那些演員群 不是那些以前 真是忘慣忘熟了 做慣電影 做慣電影 不是那種 現在很多不同的面孔會看到 這下我覺得 你對電影法治來說 這件事很好 你講導演 例如 我自己很喜歡的 《炸落微塵臨深》 也是新導演 《霸青春》 剛剛上的那一套 也是一位新的導演 去到一套第一套的長片 還有 你計算一下 《霸青春》 《霸青春》 和《霸青春》 這樣說 SUNNY是新導演 這下就是屈肌的 逆流大叔了多久 你不要跟我說 她是新導演 就是屈肌的 那時候 最佳新導演 周星馳也拿過 對 真的很過份 最佳新演員 找個阿叔 那個隨什麼 做廉政專員 那個 夠PK 是 還有 上次會閒的時候 都談過 今天 都想再提一次 我自己覺得 另一個 作為觀眾的感想就是 又會想起 蕭先生 真的蕭先生 不是劉錫賢 那個蕭先生 蕭先生曾經說過 說 香港電影 回不回到以前的了 做不回到以前那麼好 他意思是這麼說 就是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 就是 不會變回以前那麼好的了 未來的直屍 不是 他是說 香港已經容易死 你理化了他說的話 有些說不出 就是 不會像以前那樣 容易死 我看完這套的感覺 是 真的變不回以前 但是變不回以前 又是不是一件壞事 以前拿不到 正義回廊這個level的文氣 就是全套連貫都是文氣的作品出來 但現在拿得到 那我聽坊間的說法 那我自己有少少拜 就是因為疫情這幾年 那些老闆 都沒有怎麼投資那些大的東西 即是不敢投資那些大東西 除了古天王那麼瘋 所以都會給錢 去給小本經營 所以為什麼近幾年 好像多了很多獨立的製作 或者小本的製作 好像百花齊放 那我覺得這個說法又有點煙世 那現在我們戰勝了疫情 是 戰勝了疫情之後 會不會又是回歸回到以前那樣 我只是製作一些大片 或者只是給劉華 晨晨啊 刷彈專家啊 斷網啊 斷網二啊 斷網三啊 我不知道 但是似乎 我也希望有一些小本去繼續經營 那我會有種感覺是 如果真的變不回以前那樣 不是以前港產片什麼 長年代那些 但是變不回就變不回 現在 我經常舉個例子 你喜歡聽日本的音樂 你City Pop 你永遠80年代 你只是80年代和90年代 City Pop都有分別 你來回現在這個年代 有些歌手的作品 可能都會有人說 City Pop的風格那些 都不會是80年代的 有些是那個年代就是那個年代 你最佳拍檔那個年代的戲 就是那個東西 你現在就算不預想拍 都不會是勒手神探 就算你要拍動作片 都做不回那個感覺 但有時候你做不回以前 是不是代表不好呢 其實又不是 你這個年代不是有這個年代的東西 你變不回以前 就是變不回 你總會有東西不同了 其實我直覺現在是 多了人 多了人看戲 但是我覺得 都是那句 我經常在美琴講 在香港做DM那些人 真的要努力一點 有時候你當期 或者宣傳 其實很重要的 譬如你過江龍 就是想見你 很西的 這套東西是西得爆的 西得爆的 西得爆的 我真的差了他 沒開閘調去 但是人家厲害 人家選擇元宵折想 還要請三個來 對呀 選擇情人折想 其實我想看票場 不過真的很貴很貴 問題就是你選擋檔期 一人分禮 他不是不好的 當然有很多人批評 但是我覺得是 so far so good 你沒理由選擇 他正在新年當期 和毒舌大狀打的 我也覺得很痛心 例如 紮露眉神 我自己很心痛 是去到 導演又走出來 就是說 喂我的長毛 即是長節本身 在黑豹未上之前 已經是少了 已經是奇那怪的時間了 都要特地去找時間去看 一上 是被人剪場剪 剪到混蛋 當然我不知道 是否真的當期是搶不到 或者是 即是本人 即是他都是新導演 就沒有一些壓力 或者抓了公司 或者其他東西 其實都沒有 你真的要說幕後 或者有一個marketing去幫忙做 我批評 你數得這個 愛情片 有什麼可能放新年檔期播 有情人節你不搞 有復活節你不搞 當然有很多人排情的 我們不知道 但其實 為什麼人家想見你 過光龍遊 可以霸到檔期 這件事不合理 但回到你剛才說的 我覺得很好的 就是 二年你看到很多 很不同的題目的 即是我不計票房 遠路生卡 好看的 剛才說的 紮露眉神也好看的 他是說另一件事 我也希望大片之餘 還有小片同事 我是不排除有一些B級片 其實香港是很少B級片 其實一班香港演員 或者新的也好 你要開飯或者讓他們磨練 你是要這些中型的片 去讓他們磨練 沙芙露 以前 其實買空拍人的戲是好的 當然現在現在的名牌 都不能再做 但你那時候 有些就好像有點奇怪的 那些 或者可能90年代 或者千禧年那些 經常有一些 成本不高 可能 演員 一整一下就完 好戲 有時候反而 如果多這些出現 當然 現時票房就排不上 但現在事情很 如果你 UP到要給那些 on demand平台 收到錢 不知道這東西 又會不會改變到 camera 我會說up on demand平台是比較難的,up比ViuTV比較容易 所以劇劇那些比較好 我自己觀察到現在為何ViuTV這麼多劇劇可以鼓勵精革或者千奇百趣 他就當作是一個收羅場或者是無人行,就是拍這件事 我們之前有說過,即是美劇那邊,英國不就有一套,過年那套,張建軒那套 但是那個導演的班底其實就是拍大城實家的班底 有時候現在可能就是我們沒有那麼多資源讓他去試一套溝片 或者沒有B級,B級都給他多了,C級片這樣 現在就轉移了ViuTV那套 其實也好,有些東西你看到現在那些大城實家這些 以前未必會有這類出來的 現在有這類出來,可能你放在戲院裡的,真的很賭博的 就真的賭那一套,那一套行不行不行不行 但是可能你劇去做的就是,你沒有那麼一套過來賭 你怎麼也有些收益 你真的很容易蝕的,一人分禮你已經蝕到爆創了 劇就不同的玩法 你看一下我之前看這個《流水落花》和剛剛看了《白日青春》 兩套東西你一看就知道不會大收的 那些題目 但是我是很appreciate大家去試不同的東西 例如《白日青春》就是講爛民東西的 《流水落花》是講,那些小朋友醫院可以去發揮的 都發揮得好 那這件事就是,這兩年去之後 雖然我們剛才也笑過《天下一》那個巡邏 天樂電影巡邏在2023 其實我有幾套都覺得他做一些記者的題目 或者,我也是很想入場看這個《尋常記點》的版 但你剛才說的兩套,我覺得他背後是有計劃過 有計劃過 《白日青春》和《流水落花》呢 他是計劃自己是會獲獎的 我自己聞到,也都獲獎了 也都獲獎了,影帝一定獲獎了 影后我不知道,但是很大機會獲獎 但我們剛才說的那件事就是 有沒有一些片,他又不是計劃一定獲獎的 總之就是希望讓一些演員或者一些crew 可以有飯開,或者鍛鍊到他們的技術 有沒有呢,其實我又覺得近年也是很少的 嗯,但是怎樣也好,我覺得有改變 改變會不會持續到呢 但至少有些改變,或者大家作為觀眾 你看到的東西都多了不同了 港產片這樣來算 我覺得怎樣也好 而且要多謝D Plus,還有多謝Netflix 主要是多謝D Plus,他真的買很多港產片 而且都好看的 D Plus Plus就是全靠看D Plus 你沿路山卡,《正義回郎》都是D Plus的 Netflix好像只買一名前記 他不是主意買這些 Netflix是舊東西多的 新的真的少得很重要 那OK啦,我覺得 如果說回《正義回郎》 我很慶幸可以有這套戲看 古天樂影場也說明今年也有很多作品 《沉塑機》不真的出動 當然啦,走數機會也很大 但是… 《正義回郎》那些東西 但是你看到他也有過程度 但是古天樂今年有一套戲 就不是他公司出品的 他有份做的 是哪套呢 就是《九龍城寨》 我也很想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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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想看的 《沉塑樂場》 不是自己公司出品 《有流不風》 這些我都很害怕 我不用怕 一定是混蛋 你不用怕 而且你提到 其實《英王》那邊 都多一些預告 就是他們會有幾套電影都會上 《英王》真的很厲害 話說我們都在《左躍江年》 《美其人》 就是我們看 也有些《市影場》看看 你是不明白 為什麼他的《市影場》 是好過他的電影質素那麼多 就是我們經常都在罵 就是我們經常都在罵 《市影場》 在這裡 就是如果《英王》的同事 就是在這裡聽著 《英王》的《市影場》 是真的做得好 很值得 但是你的電影又未免太糞了 就是出來了 不可以搞的 比如《九龍城寨》有看《市影場》 是吧 他找到一些演員出來 那些演員是懂得銷售電影的 我也有說 我去看《市影場》 你媽媽也不會銷售電影的 也不能怪演員 始終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好 但是 可不可以請我好一點的《市影場》 大佬真是 好不可以的《市影場》 大家好 今天《市影場》 我們《市影場》是會派利是的 不過今天沒有 多謝 那你幹嘛要跟我說 你幹嘛要跟我說 他不要說 那他在後面 你不是說 那就可以看到一位一眾演員 他還沒進場之前 你要放一些鑫咪 他開了鑫咪 就去放鑫咪 聽到他後面說話 嘩 很嚴重的 你說這樣做《市影場》 就垃圾了 但是英王不同 英王的市影場是真的做得好 但是 I'm so sorry 那這方面不跟市影場 不關市影場的事 嚴重了 就是稱讚他市影場 但電影就是難為了他們的市影場 怎麼推銷 這東西 英王的市影場 我也有錄過幾個 但其實說真的好過 氣氛是好一點 因為之前疫情要戴口罩 他特地穿過來有些演員穿著口罩 吃著東西聊的嘛 戲院可以吃東西的嘛 大家就可以看到不斷穿著口罩 變成他的樣子 不用戴著口罩 這樣說他接下來的《筆日成婚》是出第二集的 我也期待的 還有《音樂正訊》 我也想看 這個也期待的 但是還有一些其他 金手指啊 爆裂點啊 內幕啊 海關戰線 應該是不是新警察故事也是他的 一定要有一個二字的 你不可以沒有了一個二 是很重要的 一個二 又是在MK峰 MK峰是導演 誰做主角 成龍 還是成龍? 成龍 七十多個了 阿薩和謝霆峰 如果這個project成功的話 就是 阿檸峰自己落場做主角兼導演 噢 即是當年那套新警察護士的續集 總之他叫二海是新故事的嘛 噢 高海拔之戀儀 噢 剛才說的金手指也是重錘出擊的 就是劉德華 梁朝偉 計無間道之後二十年再次 在電影上合作 就是互相讀來讀去 為什麼要這樣對著阿朝偉呢 其實朝偉這一陣子都拍了很多東西 我都覺得他其實不需要那麼努力的 是的 是的 補一句 我知道很長補一句 我們有聽眾說華仔最近有訪問 說他最後悔就是拍了愛情夢幻號 他說了很多次 然後有聽眾就很質疑這件事 有電影華仔是會爛得過天璣嗎 我在這裡必須強烈跟大家澄清 其實華仔選劇本是有一首的 不爛他不選的 所以我覺得天璣我覺得絕對不是他最爛的那套電影 天璣拍的過程他不太覺得難頂著的 我們只是說瑞修 成品我覺得天璣不算是最差的那一套 未來警察我已經說他比他差 然後有一次你冤枉我看了直播 哪一套 有一套他跟小明大哥那一套 小明大哥那一套 小明大哥那一套就是唯一 就是唯一是鄭秀文春來的那套電影 其實之後五六套都是垃圾級別的 還有我記得愛情夢幻號好像是拍的時候也有多事的 他拍的時候基本上就是沒有錢 逃跑的路 但是天璣拍的時候應該也很好的 愛情夢幻號的意思 華仔說的就是電影坊把所有的錢給華仔做酬奴 所以對酬奴是沒有錢拍 硬要拍一套電影 那些老林都是在船上水的遊客去做的 他也應該拍到叫救命的那套電影 但是天璣拍的時候他應該頂盡你拍的 但是天璣是真的很有錢的 你還給了杜派小的主題 什麼 首支華人攝帳的都要杜派塔頂企馬 你那套都是4K攝影機去拍的 這套如果你看回後很明顯 馬雄派人 真的很搞的 不是馬雄派人裡面的攝影機嗎 是裡面的 最初是郭文輝拿著那個混蛋的攝影機 那一套 所以必須要澄清大家 華仔簡劇本是有一首的 簡單的方法 沒錯 今天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今集節目 大家記得按個漂亮的Like給我們 也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做我的會員 多謝各位收聽今集節目 下集回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